妈妈这个身份没有工资 全年无休 其实最美好的工作也是最累的置业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时光可以对妈妈温柔一点 可是时间很公平 人都会渐渐老去 你有没有想过变老是什么体验 或许当你想明白的时候 就能理解父母的不义了 都说人老先老腿 但其实人最先开始老的是舌头 这也是父母为什么喜欢做菜疯狂撒盐的真正原因 要知道 味蕾和味觉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减少 衰退 并非父母刻意口中 而是他们无法准确地感知咸淡 所以只好尽可能地多撒一点盐 我能总吗 我也很无难 与之相似的还有我们的大脑 大脑的神经细胞从20岁开始逐年减少 40岁左右更是会以每天1万个的速度递减 神经细胞的减少会对记忆力协调性等方面造成影响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 你说我这脑子中午吃的啥来着 和大脑一起变老的还有肺 具体来说是胸腔以及控制呼吸的肌肉发生老化 这时人在呼气时 肺部仍然会残留许多空气 养含量不足 自然更容易弃喘 多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可这扇窗户也同样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蒙沉 所以父母才会老花眼 才会稍微看活手机 眼睛就会发酸发色的厉害 如果你觉得老花眼跟近视一样 戴上眼镜就万事大吉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老花见在本质上更像是架在鼻梁上的放大镜 只有看近时才可佩戴 其他时候都得摘下贴身放纸 不然便会有阵阵眩晕之感 之所以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是因为它不光能影响味觉 视觉还能影响听觉 英国皇家协会资料显示 近半数的60岁以上老人 会因为老化而出现听力受损问题 所以父母才会将电视开到最大声 如果说耳背还只是不变 那么耳鸣就是一种煎熬了 轻的时候耳畔会有来自远方的缠鸣声 重的时候 则会有720度立体环绕的气体声 还没完爸爸 因为变老还会让人出现强烈的关节不适 这时你会发现自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稍微走两步路 关节就会肿胀 传来针刺般的痛感 疼还只是最直接的症状 关节不适还会造成附加伤害 一旦你关节不适 你就只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瞎着急 有事做的时候怎样都好 一旦陷下来便会浑身不自在 人还真是种奇怪的生物呢 老了不中用咯 等等 我有好办法 关节作为人体重要器官 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负荷 甚至可以达到体重的2.5至10倍 所以说我们理应对关节 进行更加新鲜的养护 毛腐瑞一节的绿瓶胺糖 可以针对关节软骨的磨损 以及关节滑液缺失问题 有效缓解关节的疼痛和不适 这是因为它内含三种主要成分 胺糖是形成软骨细胞的重要营养素 试验和临床证明 补充胺糖能有效刺激 关节软骨细胞产生蛋白多糖 修护关节软骨 软骨素作为节地组织的组成部分 不光锁水能力 如同吸水的子铁 还能与胺糖协同 刺激新软骨的生成 二甲截风 MSM 身为舒缓因子 可谓是治本也治标 可以快速抑制骨关节延性反应 清楚养自由肌 减轻关节疼痛 我们十分清楚 随着年龄增长和运动磨损 体内胺糖不断流失 出现关节不适是在所难免的 既然衰老无法避免 那就让我们竭尽所能地 让关节舒服一点 让父母舒服一些吧 让我们在5月9日母亲节 为爸妈送上一份 来自美国专业关节健康品牌 Monfrey一节的礼物吧 让我们的爸妈拥有健康灵活的关节